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良 來 你老實說 怎麼樣 你現在這個樣子 跟你年輕的時候差多少 完全一樣 沒有什麼改變 除了體重多25公斤之外 除了衣服的尺寸 常常那個服裝師幫我戒很大之外 完全沒有改變 是 服裝師幫你戒很大 但是戒太小你不能穿 不是 這樣穿比較舒服 有什麼改變嗎 三位覺得 謝謝楊皓如 也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你們又要講我們男人了 對不對 說當年的帥男人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變成偶基上 那還不是你們給的壓力 講話小心一點 還不是被你們氣的 真的 當年嫁給你們的時候 也是一個可愛的小公主 後來變成黃臉婆是為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要趕快來歡迎三位 她們自己說 她們永遠保有少女心 怎麼看都像18歲 很年輕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代表 歡迎 嗨 大家好 你剛剛是想吐嗎 也沒有 不是 有一點害羞 害羞 不好意思 來 接下來年紀輕輕就老在等 十一住行 坐臥 甚至推去外面曬太陽 都要別人的幫忙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星 來 歡迎請來 本來在交往時 行為舉止都帥氣爆表的她 曾幾何時這些帥氣舉動 已經蕩然無存 反變成偶基上行進了 究竟女人最受不了男人哪些阿伯行為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強 人家那時候女生有某一些動作 只要做出來之後 就瞬間會從少女變成歐巴桑 男生應該也會吧 有嗎 瞬間從 不是帥哥就是 大叔 那我們來問一下 眼睛一直都沒有睜開 沒有注意到閃亮的我的楊皓如 我現在要說我老公 你不會 你不會 還是很青春的 謝謝 我老公也是瞬間 我好討厭菜市場的那種馬路三寶 我老公現在就變成這樣 什麼意思啊 他會騎著 他會慢慢的騎著摩托車 沿路在逛菜市場 傳統市場 你們有看過這種人嗎 可是我跟你講 菜市場 菜市場最討厭這一種了 因為攤伴已經很擠了 人來人往很擠 他還騎個摩托車 有時候還在後面給你巴巴 對 而且他明明自己食宿就只有3 這樣 練平衡這樣 腳都可以不落地喔 他以為他在考駕照 對 技術都還很好 一下西瓜 西瓜 西瓜 彎進去 滴不不滴 加速下一攤 他一轉彎排氣管還燙到我 真的 危險就在這裡 為什麼我討厭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常常推娃娃車 娃娃車的高度 其實就是排氣管高度 我們每次走在攤販旁邊 那些阿伯他騎車這樣子 路過來又轉出去 那其實對嬰兒很危險 我們在旁邊我們也是行人 你本來就已經很擠了 又被那些車 為什麼是阿伯 因為其實 而且歐巴桑很享受停下來 跟談判聊天的樂趣 但阿伯有時候不想聊 阿伯又覺得提菜籃那些豹紋 那些花色他也不喜歡 所以阿伯最常就是這樣慢慢騎 塑膠袋就掛在車 車把上 我老公現在就是這樣 沿路這樣子 這條魚 這條魚 眼睛混濁 加速往前面 水煎包 水煎包可以買一下 就在那邊 水煎包 等老闆拿來 他又往前吃 所以我就會罵我老公 什麼阿伯的樣子啊 就是寧願逛菜市場 也不要回家的感覺 逛太老派了 年輕人呢 是完全不怕冷 可是呢 年紀稍微大 我跟你講就開始怕冷了 明明就很熱對不對 那我們平常家裡不是要開冷氣嗎 因為一開冷氣完了之後 有時候不會馬上急速冷 所以你要開電風扇嘛 就是助涼 你知道吧 我每次只要一開那個電風扇 我們家就有一個人過去說 欸 我跟你講 那個電風扇 不能直著這樣對我吹 你要吹 然後面對牆壁 然後讓它彈回來才行 這樣直吹 這樣 我覺得我會腳痛 他會風濕嗎 對 我就說你是 阿伯相聲嗎 因為只有我爸就這樣 凡哥他是唱跳歌手的始祖 對 他真不能吹電風扇 為什麼 而且偶像不是最需要風的嗎 對啊 他在舞台上 不能吹那個風了 那是他偶像一直要這樣 那是拍照的時候 在家裡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他真不行 我是需要就是 那個 洗澡之後 需要 然後呢 你們有沒有就是 在那個卡通那個 你有看過吧對不對 有 日本人就是很傳統 就是他就是跑溫泉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起來 就是很多流汗都是吹那個冷氣 然後就是完全不穿衣服 然後一直這樣吹冷氣 然後一邊在這邊 然後喝牛奶 那不是廣告嗎 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傳統 傳統 對 然後呢 問題是 我現在已經長大了 所以就是 我在台灣就是跟之前女伴 一起住的時候 我希望找 一定要冷氣開這一場 然後那個吹風機 電風扇 電風扇就是吹風機 電風扇也是開得很強 然後在前面就是 這樣子一樣喝啤酒 吹哪裡 腳一定要這麼開 全部 全部 我很好吹啦 很好吹 這樣子 超爽 結果呢 就是那個時候的女伴說 妳是阿伯喔 很老人耶 這個是我們的傳統啊 你們不懂看不懂嗎 好像在那種 澡堂浴池的前面的阿伯 好像是這樣 會不會這樣喔 對啊 年輕人不會吧 日本人會 真的會 你是不是會刮一條 那個浴巾還是什麼的 對啊 那請問一下 日本的阿伯啊 泡完溫泉之後 會不會拿吹風機這樣 吹全身 他們是說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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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 對 毛巾 毛巾 對 金銘在在韓國做什麼樣的動作 人家會覺得你是 歐吉桑 不知道韓國是這樣 但是 最近我每一天聽到我老婆跟我說 你是很歐吉桑 因為我覺得我沒錯 但是我們一起去餐廳吃嘛 但是我們吃完之後 我這時候就會把那個皮帶打開 然後 其實我完全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就是最重要的是我的肚子跑出來 然後放鬆 這是最重要 你有肚子啊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給我們看一下嗎 你看起來很瘦耶 那坐著很瘦耶 沒有啊 你喝不出來 你還沒有吃便當 但是結婚之前真的沒有肚子 我跟你講什麼叫有肚子 來 兩人先站起來 小梁哥 扣子快爆開了 側面 他如果現在放鬆的話 整個放鬆 拜託你先把扣子給剪掉 我怕等一下砰到我 你先吸氣 先吸氣喔 好 來 放鬆 對… 怎樣 繃住了有沒有 還好 好不好 還好 有這麼誇張嗎 你效果做那麼足嗎 不然我們就把警行廳 當時候的宣傳海報貼在這裡 謝謝 趙哥變好多 馬丁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像每次我們去 比如說去洗酒 那去洗酒 那個吃完飯 大家都那個服務員不會問 要不要打包啊 那我們也是就說 好啊 打包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或者是比如說跟朋友 去一起去餐廳吃飯 或什麼 可能點太多或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要打包 打包 那 為什麼 就因為老婆每次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這種是 台灣的老人才會做的事情 打包啊 然後回家 就帶回家這樣子 那因為算說 因為比如說我 通常就可能不會吃這些東西 可是我 那你打包要幹嘛 因為我覺得不要浪費 打包 是你老婆覺得你比較 噁機上的行為 對啊 她每次都覺得 因為她也說 因為你也不吃啊 你幹嘛要打包 打包很噁機上嗎 會嗎 那一場 真的 尤其在喝完洗酒的時候 你就看都只有 老人會拿那個塑膠袋 然後就開始 說這個可以帶回去 還帶酒啊 別桌沒有開的酒都拿走 而且 同一道菜隔壁桌都沒什麼洞 就把它挖過來 直接倒在袋底下 我突然覺得這一集 好適合杜力喔 因為杜力一喝洗酒 他會把 比如說四 五桌 都沒有喝完的紅酒 然後裝成一罐 哇塞 每一都滿裝成一罐 這滿髒的 這滿髒的耶 不是人家又沒有碰到貧口 對啊 沒有 但是我真的發現 那個食物是 就是那個打包都是女生 就是我們男生 有沒有發現 臺灣都這樣 真的 是嗎 我真的知道原來 我是男的 來 唐馬 我選擇旅館 喜歡拿很多東西回家 比方說咖啡粉 茶 洗髮水 我一直在跟我本來的女朋友 在印尼玩 我們那邊的旅館比較貴 在海邊我們走自己的房子 裡面有很多 可以拿回家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check out的時候 我女友開始叫 罵我 他說 你幹嘛拿多東西拿回家 可以自己買對不對 你很想老人 所以我說 不是 我們已經付很多錢 本來覺得德國人 應該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但他講完那一句 我們已經付了這麼多錢 突然覺得好合理喔 因為我覺得少俠應該也會這樣 但是這個是要扛情罐喔 這個補子是 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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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o 心 那個 怕什麼 不